台湾大头条 我们持续来关心 检方又查获有黑心食品 那么这回呢 在新北跟高雄 查获了羊肉 灌水或者是餐了猪肉 鱼木混猪的厂商 那么也就是说呢 您去吃羊肉 根本就没油肉了 好 我们带你来看呢 什么样的情况呢 真的是混得很夸张 那么就是呢 猪肉就把它当成羊肉 甚至呢 更恐怖的就是 它只有点猪肉 那混的是羊油 也就是说一块羊肉都没有 欺骗消费者 那么检方是说 这些黑心羊肉 都流进了夜市 还有不知名的小火锅店 卫生局指导黄龙 那么业者还亲自示范 这个组合肉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今天消息曝光之后 这个店家呢 拉下铁门并不见面 卖混餐猪肉的羊肉 曝了光 卫生局带队上门鸡茶 要求业者实际操作 到底怎么把猪肉 卷进羊肉里 你这样更加的 你这样没 就如果煮了 什么就刷掉了 对啊 这羊肉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的关键就是 最重要的 偷偷在工厂内 把猪肉混进羊肉中 压卷成 一卷一卷的羊肉卷 放进冷冻库后再切片 混餐猪肉的羊肉 就这样流入市面 下午看到记者上门关切 议者匆匆拉下铁门 推说早就没卖了 我不知道 原来九月份 高雄市卫生局 借货肉饭检举 汉中盘商 马来的羊肉 竟然掺杂猪肉 地检署 左手调查后证实 受检的羊肉片中 DNA验出有猪肉成分 事实上 市售羊肉颜色偏红 每斤要价150元到180元 而猪肉颜色偏白 每斤却只要95元 加差两倍 色泽很好分辨 好像颜色差不较 我们实际走一趟火锅店 点个羊肉火锅去发现 羊肉片的色泽深浅不一 而且和猪肉片比起来 光看颜色色泽偏白 看起来差不多 实在很怪 根据检方调查 下游火锅店 很可能早就中招 主要流向大概都是 一般的商店 或者是平价的火锅店 或夜市的火锅店 被查获新北市的华云 和微风公司 卖餐猪肉的羊肉 还分成ABC三种等级 A级灌水 B级餐猪肉 C级更只是羊油餐猪肉 根本没羊肉 而且已经流向 北中南44家业者 另一家金融公司 则是羊肉餐杂猪肉 卖给73家中南部业者 谋取暴利 卫生局也持续 追查下游厂商 避免更多民众受害 3D情报南部 纵毫报导 还有真正 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主要是因为天气变冷 这羊肉炉成了进步的首选 但是有民众投诉 在桃园归山乡 一间老店羊肉炉 他们真的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这一间老店 晚上七点用餐 时间一到 你想进去吃还吃不到 民众为了要搜证 在第二次上门 那么找了这个熟命孔兰 那老板是人兵 就是认脸 这个人是认识的 才开放给你用餐 结果民众问店家说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 真的是狗肉吗 老板是话中有话 这汤头一样吃起来 是很像羊肉的 挂羊头卖狗肉拜年之机 晚上八点多踏进羊肉炉店 店员热情招待 两份肉加上小菜立刻送上桌 想要大块朵仪必须有门路 因为店家被怀疑卖的是狗肉 做生意格外小心 前一天晚上七点多就来 生面孔老板拒收 讲得很含糊 疑似挂羊头卖狗肉 不敢太张扬 看看店家门口 写着大大两个字羊肉 但店里面墙上的菜单 金针菇压血羊脚筋 却没看到羊肉炉字样 吃过的民众说 羊肉狗肉有差异 像这一块夹在碗里的 肉质嫩骨头比较小 就是狗肉 店家否认卖狗肉 但民众已经投诉相关单位 若查证属实 依照动保法可开罚五千到一万块 动保科也将介入了解 三立新闻孟国华 赖线少林清华台北报道 好 卖星黑星货 还会影响到什么呢 这回可影响到 大家要看101烟火了 主要点心 未加退出101的金银 但是黑星有风波 似乎没有办法顺利的直显 那么今年101 到底放不放烟火 现在有变数 101董事长宋文奇 挂包警说 一定是会如期释放的 但是关股财政部 跟台北市政府都说 今年跨年烟火秀的经费 必须由你101董事长宋文奇 自己去想办法 那么最坏可能就是 透过股东会来编列预算 说要让烟火如期来举行 跨年这一刻 五彩缤纷绚烂的烟火 瞬间从101大楼释放开来 台北101跨年烟火 被CNN评选为 全世界十大最赞的烟火 但今年爆发顶星游事件 让101烟火赞助 到现在迟迟没有着落 我们其实在10月份的 最新的这次董事会有 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决议 就是除非未来有 非常重大的天灾人祸 要不然的话 我们是会持续的规划 释放这个新年的烟火 那也就是说 即便没有得到 企业的赞助 我们还是会 规划这样的经费 最后下下策 只能靠股东会编列预算 像是过去曾经 大手笔赞助的Newskin 今年以无预算回绝合作 包括电子大厂 宏基 宏达电和华硕 坦承受黑心油事件的影响 全都拒绝赞助 101烟火高达3000万的花费 到现在都还没有着落 会不会半路杀出神秘赞助商 不得而知 但是董事长宋文奇 胸有成竹 我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不论是不是能找到赞助 烟火都会如期的释放 101呼吁工股航库 能够带头赞助 但财政部表示 八大工股航库 每年也都有赞助慈善公益 或者广告行销活动 因此101跨年的烟火秀 最少3000多万的经费 必须由宋文奇 自己想办法筹措 三零新闻 徐世廷 王一仲 台北报道 而提到大财团 来看元大集团创办人 马志玲 他不用再关了 主要因为结构在案 他被判刑七年四个月 原本八月就该入肩服刑 但是因为传出 罹患的失智症 所以检方特地安排 马志玲到台大医院 接受医生的鉴定 那么最后呢 医生是证实说 没错 马志玲他就是 罹患的重度失智症 检方呢 再把台大的 这样的一个病例呢 再拿去给其他医院 来做判断 依然是如此 所以呢 说他已经达到了 心神丧失的程度 现在智力只剩下65分 也就是说 整个案子 要直到他痊愈之前 马志玲都不用 入肩服刑 穿着绿色T恤 眼神看起来 有点空洞 他就是原大集团 创办人马志玲 今年八月 在儿子马维成 马维健 搀扶之下 进入北检应讯 如今确认 马志玲 暂时不用 入肩服刑 不用入肩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大医院 鉴定 马志玲确实 罹患重度失智症 而且达到心神丧失程度 外传早在八月 马志玲到北检应讯时 检方问他名字 还有认不认得身旁儿子 他全部都说 不记得 不认识 当时智力检查 就只剩下65分 如今唯一要服刑的 就只剩下 马志玲妻子杜丽庄 面对七年 两个月刑期 但一周刊直集 就在杜丽庄入狱后 一个月 儿子马维健 带着老婆唐可珊 还有唐志忠一家人 开心到台北东去用餐 和乐的家庭 气氛对比妈妈 入狱服刑的样子 真的是情何以堪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提到这些企业家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局势 到底对台湾的经济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也就是中国跟韩国 他们正式来签订了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签订了这样的一个谈判 到底对台湾 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好 现在经济部的说法是说 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95万人就业会损失 6500亿 次三年的时间损失这么多 到底是不是呢 那么尤其是台湾的 包括石化 工具机 纺织 龙面板温 汽车等等 可能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签订了FTA之后 那么接下来 韩国进中国就是零关税 好 都是零% 而我们要进中国 还有这些关税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的竞争力 好 就会稍微比韩国差一点 那么是不是接下来 我们就会变得很惨呢 像是台塑董事长李志村 他就提到说 会影响到的 包括有出口 投资 消费 就业 甚至接下来 年轻人的薪水 不要说是22K了 可能都会变成15K 好 有这么惨的情况吗 其实也不一定 好 为什么 因为像是有些人 就是像是工具机好了 他们就有人提到说 因为包括这些产业 他们中国自己 也是要扶持他们自家的产业 所以到底他们中国 真的会给韩国多少的优惠 那可还不一定 好 中国还是会以他们自家为主 尤其我们再带您看一个数字 大家都说 尤其是马政府 他不是强调说签了A个法之后 会有对台湾多好多好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么包括韩国跟咱们台湾 对中国的输出 好 当年在签订之前 两个国家还差不多 结果我们签了A个法之后 来看反而 我们对中国的输出 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签了A个法之后 他们真的有买到较多东西吗 那也不一定了 好 所以呢 竞争力是不是只看这个还不一定 但你了解 不可想想 影响太大 赶快赶快 不要争论 经济的效益做主 贵度赛跑 他我们停下来了 他赶上来 我们竞争力就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跟韩国竞争 我们台湾只有灾难 企业大佬一个一个开炮 中韩FTA最快明年第二季生效 韩国产品到时候 销中国关税 统统降为零 石化业起家的台塑集团 首当其冲 难怪台塑董事长李志村 直接开骂 以后年轻人月薪 不是22K 可能只剩15K 台湾石化业铁定完蛋 话说的这么严重 事实上真的如此 因为经济部预估 转单造成石化 高达1270亿元的年损失 面板1090亿元 钢铁94亿元 还有纺织 工具机 玻璃 汽车 七大产业 变成了七大产业 三年损失6500亿 90万人要失业了 但真的是灾难一场吗 一项被视为传统产业的工具机 台湾业者默默耕耘 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三 因为签订FTA 难道不担心努力 全部化成乌有 大概养成教育都是要三年五年 我想在台湾的工具机 业在大陆的话 应该没有这个出走的情况 关税真的影响那么大吗 同样42寸 台韩厂面板定价就差一大截 台湾便宜许多 扣掉10%的关税 韩厂价格变优惠 但不见得比较便宜 还要看品牌功能 大老板开骂 中小企业仍然有自救之道 台韩产业重叠率高达七成 政府如果不再想想办法 不用跟对手竞争 自己就先退出舞台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大家都说中韩签订 FTA台湾产业是受到冲击的 不过台湾的服饰品牌 一点都不怕哦 因为他们靠着文创 软实力说要反攻大陆 拿台湾服装品牌 欧比严选这家服饰店来说呢 这个衣服样式在台湾 研发是在中国生产 物流是设在大陆 跟台湾的两个店 那么光是呢 今天1111 这个光棍节这一天 卖出了就惊人的销量 去年1111这一天呢 营业额就高达了2000万 占了单月的三分之二 那么光是因应光棍节的庞大商机 工厂就加派了50名人手 全力备占出货 带你来看 工作人员演名手快 对单验货6秒就要 拿一件一张单 平均三分钟内就要完成 分秒必争 接着送进集货区 一层排篮子装满衣服 先刷单再把同笔订单 分门别类 出货前先验货 这位小姐刷条码确认 再反义务丢进篮子 快很准比速度更要比精确性 一篮代表一个客户的订单 堆叠的跟小山一样 最后一区是包货区 四个人围成一个工作台 加紧脚步包装 就大功告成 最后一关就是出货 一层车的货品送进货车 直达门市和超商光棍节 送货量倍增 员工100多人为了备证 加派50人 台湾服饰品牌 OB严选第三度参加淘宝网 以去年经验来看 下单巅峰在凌晨0点到2点 两个小时占全天销量 四到五成 光棍节这一天 就贡献了2000万新台币 占单月的三分之二 那台湾东西 为什么会吸引大陆的朋友 我想很重要一点是 文创文创 文创是一种文化的创意 当我们可以把纺织的纺织品 加上很多很多的 KUSO的形态进去之后 它传递的讯息 就不只是纺织品了 它其实是一种价值 一种意识 一种态度 就算中韩签订 FTA不是品牌 没害怕靠文创 软实力反攻大陆 双十一这一天 业者大打广告 拼曝光 抢赚人民币 三十位 马家豪 潘少文 桃园 财宝报道 好了 中韩在这个时候 签订了FTA 所以刚好我们又要选举 对不对 国民党呢 就总动员了 开始要打出这个恐吓牌 说我们再不怎么样 就会怎么样等等 今天执政与党呢 他们就总动员 马总统 攻击绿营 23次 背个服帽 卡关 所以他们现在 又要来抢攻服帽了 国民党团记者会 今天接力的召开 然后呢 又推出电视广告 就炮轰民进党 蔡英文 害死台湾 那么不过呢 绿营立委反击 说服帽问题 是在于你 不公开 又不透明 还说一个中韩 FTA冲击有多大 台湾的三个官员 就有三种版本 而且数字是一个 比一个还要夸张 好像台湾要死掉了一样呢 那么绿营就痛批说 执政党根本 又在打恐吓牌 在恐吓人民 国会乱招招 少数霸凌多数 中韩FTA敲定隔天 国民党广告立刻出手 结合报纸标题 要蔡英文饶了台湾 党团更早来财经官员排排座 抛红民进党背格服帽 冲击台湾经济 我们要告诉蔡英文 你在这样子阿爸 会把台湾害死 护航服帽 国民党团来应的 立法院程序委员会 将实管法往后拉 两岸协议京都条例 排入讨论事项第一案 绿营器的退席抗议 马总统更是亲上火线 把握出席 工业节庆祝大会 加入战局 马洪立法院是罪魁祸首 王金平身为立院龙头 赶紧消毒 可以先签中期收获 不过绿营也不闷着挨打 立刻反击 杜子军说 735亿 影响金额 卓士昭市长说 2600亿到6500亿 工业局局长说 967亿到2577亿 大家要比一比 谁算命算得比较准 国民党自己的评估 GDP只能够上升0.0034 只要油价降10% 还在国际原油价格的范围之内 可以变动GDP达到0.45 就把FTA补回来 服贸卡官借中韩FTA 辅党总动员 启动作战模式 令拿GDP数据回击 中韩FTA冲击有多大 执政党又在大打恐吓牌 三天新闻 综合报道 好 选举到恐吓牌又来了 不晓得这一次有没有效 但无论如何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这个两党都要抢下中台湾 所以呢 现在中台湾夫人牌也出来了 这是蔡依山 今天呢 直接跑到大台中呢 就是跟邵小林一起来 帮胡志强来拉票 不过呢 就有记者直接问 你不就台北选吗 来台中干嘛呢 他稍微有一点愣住 但还是回答了 带你来听 胡志强 冻算 你还在玩 冻算 喊冻算 蔡依山 邵小林 首度合挺 到清水扫街 带到镜头往后 马上一下 小林小庆后 谈出清水女儿 因为蔡依山 可是清水出身 祖父妹还是当地望族 参犯送上粽子 象征包种 凤梨代表勿来 民众抢握手 短短700公尺 走了一小时 看这里啊 你怎么一直平平坐 两个都漂亮 紫云岩参拜 祈求胡志强 连盛文都能当选 中午吃蜜糕 赞 60块解决一餐 镜头前大走清明路线 夫人牌北中连线 因为国民党选情 台北台中都告急 请大家支持胡志强 也支持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袁炫文 为什么不在台北胡选 为什么要来台中 对 没有 我有跟小林阿姨请教 关于选举的事情说 怎么样才可以帮助盛文 然后小林阿姨就邀请我到台中来 我也邀请小林阿姨到台北一趟 顾选票 蓝银打出资源整合 想靠两位夫人 打造超强吸票机 毕竟北中恶都 牵动2016总统之意 蔡依山 邵小林 代夫出征 笑容背后 都有殊不得的压力 三里新闻 黄玉峰 范馨宇 SNR组台中 传播到 好 夫人牌 这林嘉隆也有 而且呢 她已经这个深耕了 在台中也十年了 那么当然呢 胡志强 她的资源很多 包括她过去 也当过新闻局长 所以呢 今天包括什么 金马导演啊 影电影后都来了 什么朱颜平 柯俊雄 杨桂美 都来帮胡志强 林嘉隆这边怎么办呢 她也有几大天王 不过呢 都来自政界 包括李秀莲 蔡英文 苏贞昌 谢长廷等四大天王 陆续都会帮林嘉隆站台 还有就是呢 这个过去号称是 这个民进党的新租白啊 就是这个前民进党主席 林毅雄 也会公开替林嘉隆站台 林嘉隆扫街败票 民众列队热烈欢迎 选战倒数只剩下十几天 拼政界也拼人气 谈到对手胡志强 在同一个时间 有金马导演和影帝和影后 陪同参访歌剧院 林嘉隆没来怕 回答超淡定 我想选举不是表演政治 选举是要选择 有愿景跟执行力的候选人 尽管没有大明星站台 民进党党内除了吕秀莲 蔡英文苏贞昌和谢长廷四大天王 会接连帮林嘉隆辅选之外 之前因为反合进食的前民进党主席 林毅雄也将以新的身份 帮林嘉隆拉台选票 林主席一直都非常关心 我在台中的在这边的一个经营 也表达会到台中来关心 他也强调他就是以平民的一个身份 选情越来越紧张 林嘉隆大街小巷跑透透 夫人廖宛如露面败票也越来越频繁 到底能不能在选战中胜出 很快就能揭晓 三地新闻陈正东潘颖文 台中报导 好 另外来看呢 这个柯文哲真的是史上第一人 人家要捐款给他 他不要了耶 他还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 钱就好像是魔戒一样 你套上去之后 你就会舍不得拿下来 这句话再看一下嘛 他所说的 那么钱像魔戒一样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 他的墓的款项到底是如何 来 下一张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包括呢 你看他五月份的时候 确定参选的时候 当时呢 墓得835万 六月份640万 那么团队亮相 这边有745万 七月的时候 你看 只要他月备 这个连阵营打呢 那么打得越严重 他获得的这个捐款就越多 你看 打房产的时候 1853万 那么连家其实房产还比较多 你怎么会打科匹的房产呢 又激起了 又激起了大家不爽了 结果捐款就更多了 那哪个时候捐款更多呢 再带您看 尤其是MG149 好 当这个连阵营一直猛打 MG149的时候 哇 你看捐款也是飙高 直接到2731万 好 到现在的肉搏站的时候 已经有4385万了 好 10月份 这个时候一定是高点 那么超过柯文哲他所说的 在这之前他已经设好说 我就是用多少钱就好了 所以已经有了 那剩下的都不要了 他就直接讲清楚 那么他也公布他所有的竞选金费 真的是世上第一人 和阳明山在地的里长 一起看当地建设 柯文哲也来到阳明山 就是要破除对手连胜文的呛瞎 没市长候选人来到过阳明山 跟考试一样你知道 在考试前全部读完最重要 所以是这样 因为选战还有十几天 我们这个有 以前没有跑过的地方 我们都会把它跑完尽量的 但也不敢说保证本来跑完 而且I do my best 外科医生一定身体比较好 你放心好了 选战只剩不到20天 最紧要关头 柯文哲却选择关闭捐款 账户不再接受捐款 理由是钱够了 这个钱跟那个魔戒一样 你知道 我倒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概念 你知道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要降低欲望 一个很方法 就是你也不要去赚那么多钱 花钱的欲望要抑制 但是支持者捐款的欲望 从五月以来越来越高 原本网络募款 一直停滞在一两百万 九月份却突然一口气 暴增到七百多万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是一种 主持正义的一个反弹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九月爆发NG149风波 不止网络募款暴增 从募款总额来看 五月在野整合尚未明朗 六月柯文哲确定出现 七月柯文哲开始海选团队 推出第一波科批新政 八月开始勤扫基层 被攻击住豪宅逃漏税 妻子陈佩琪甚至公布存折 九月柯文哲回应罗鼠磊 公开NG149账户 十月联科对战白热化 预估再加上十一月 募款金额会超过1.1亿 和历届台北市长候选人相比 2006年郝龙斌募款1.1亿 谢长廷7500万 2010年郝龙斌4000万 苏贞昌1.4亿 柯文哲吸睛爆发力相当坚强 但有立委担心会不会又有私障 你永远都喜欢在法律所谓合法之下 做你自认为的 而我们看来其实是非法的行为 因为是避免监督 避免所谓选罢法的监督 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家觉得可疑的 选举过来人惊艳谈 柯文哲不买账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三连新闻铁人翔成乃宇 台北部朗 钱如魔戒 戴上就舍不得拿下来 所以够用就好了 这是柯P最新的一个名言 而论如何呢 他在辩论会上呢 也一再地要求 联盛文 你把你要用多少的这个竞选经费给讲出来 你要不要公布你的财产等等 那么联盛文这一部分呢 全部都是回避的 倒是现在呢 这个广告大战 您觉得谁比较花钱呢 那么柯文哲 他的民调已经稳稳领先 五个月了 不过他们还是很担心 诶 算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选举很奇怪 总之呢 到了最后一天 甚至还会有什么样的变数 像2010年的五都之战 最后一夜呢 这个联盛文还中担等等呢 好 那么现在呢 柯振影就很怕一些国民党的澳播 他说大概会有什么澳播呢 像是买票啦 赌盘啦 这个绑装啦 或媒体战啦 司法啦 或谣言 造谣 抹黑等等 他们评估说 如果每一个澳播 给他吸个2% 那你有6个澳播 加起来12% 那不是就担担吗 就这样子了 那怎么办 好 这是这个柯振影所说的 就要防连胜文的6个澳播 这个没讲呢 换连胜文不爽咯 连胜文就说 他没有澳播 他说多么你澳播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 这个柯匹他们的钱一定很多啦 因为下的业配也很多 好 业配你可能听不懂 这是广告用语 电视台的用语 也就是说业务配合 这是买广告的意思啦 好 他就说 柯匹喔 买广告这个业配一定很多 柯匹一听 他本来听不懂 什么和这业配 我一下子知道 他就说欧北共 他说他的业配是多少钱 来看这个数字 写得很大喔 零 他完全没有对电视台 或者是报社下业配 所以他就说 你连胜文又在乱讲了 你认为广告大战 到底谁会花大钱呢 其实很多人都很明白 带你来看 找大咖专家背书 连胜文公布都更政策 但这一幕好抢戏 这个不好意思 我还好 我以为是我妈妈不好意思 讲到一半 手机响起好尴尬 选情落后可没时间 听妈妈的话 连胜文抢救再出招 照片灰色调 各大报半版广告 连胜文诚恳请托 四年前枪击案 得过肾脏癌 统统再复习一遍 强调生命不在未己 心中坦然无惧 大打悲情牌 报纸广告几乎每个礼拜 登两篇 但连胜文却反倒 讽刺对手砸大钱 购买媒体置入 到现在为止 本办公室 就是柯文哲竞选办公室 在媒体下的业配是零元 好 我现在很清楚的要求 连胜文出台回答 请问你在这场选举 你的业配是多少钱 你可以去问一下 我们媒体组的好不好 谢谢你 你去问一下媒体组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要再做这种事情 广告灯多少 已经不可考 但市民看得到 连胜文不想掉入 柯文哲陷阱 急着闪人 倒是能拿八十万大口气 言论一出 柯文哲急着消毒 选前一周 蓝营可能有六大奥博 军在最后两个礼拜的六大战术 我们还是在讨论 第一买票 绑装 赌盘 然后媒体广告 媒体 还有一个是司法 再来是那个谣言战术 从这个一颗地瓜事件 再到两个什么 两只老鼠尾 还不是什么窃听器事件 目前为止来讲 好像用奥部的人 应该不是我们吧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得还蛮清楚的 北市选情史上最吊诡 蓝营单一候选人 没分裂 民调却从头输到尾 但过往经验 越到投票日 越可能有奥部 选前一周杀出什么 陈咬金 都可能成为关键翻盘点 三立新闻 黄大凤 黄家伟 S人小组 台报道 好 观众朋友 跨选举要看门道 在这里直接告诉大家 国民党现在最在乎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台北跟台中都输掉了 接下来是会有骨牌效应的 恐怕就会输掉 2016的总统大选 所以现在台北台中要守住 现在有许多立委 为了帮党中央 像是国民党立委廖正景 今天在咨询的时候 他就问这个人事长黄复元 他说如果台北台中输掉 就为你是问 这么凶 到底是要用什么包呢 好 接下来这一招 就是要绑紧他们的 这个军公教的铁票 好 您记得去年的9月5号 不是修正了一件事吗 就是说以公平正义的原则 大家这个怎么军公教 发那么多钱呢 就把它修正说 这个年终未问金 您一定记得 当时就说好 月凤要在2万块以下的 以及是战王的遗属 他们才能够领 那已经做了这个修正 当时是为了公平正义 有这样的一个修正 没想到现在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栏尾就提案 硬是把它给过了 好 过了以后 就是扩大发放的标准 就变成要25K 以这个门槛 那么以下的通通就可以领了 好 过去叫改革 那现在怎么就又变了呢 还说呢 如果北中都输了 就为理试问 年终未问金又变了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待遇知己 事实上 年终未问金是有法院的 他是讲说 月的增加年月退缝 年金制度都修改 超过一年了 立法院还在炒 年终未问金 而且还怪 人事总处删了未问金 造成选情低迷 台北市真为什么 他们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年终未问金 没有发起来 是公务员不少 台北市的公务员的比例是最多的 台北市如果输掉 台中市如果输掉 输得一大五度 我绝对为你们失败 你们这个执政的一大五度 真的好大的口气 扬言拿人事总处开刀 尤其101年 立法院将年终未问金 定为2万元以下 才能领之后 每年4月到7月 都会公布发放标准 今年却拖到10月才公布 招质疑军公教铁票抵制执政党 选情遭到不行 国民党吓到了 哪一个人没有把他的政策讲出来 你不能说他谈政策 就是政策去买票 年终未问金 我想栏尾提案 马英九砍 到底国民党内的内讧 要怎么样 我们等着看 连军公教最多的台北市 文山区以及松山区 都出现71比11的悬殊比数 台北市启动抢救连胜文计划 年终未问金调高25% 就连荣誉主席连战都按捺不住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我们是有一些考虑 不审做到的地方 连战说重话 责任全推给中央 施政没做好 也显现蓝营选情拉紧报 国民党真的急了 三地新闻徐维 陈瑞 台北参谎导 国民党有多急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铁票区 也都珠洋变色了 好 但你看这一块呢 这个是台北市的松山区 那么过去呢 可以说都是蓝营的天下 在这里的军功效非常的多 那么过去呢 蓝大概是6 绿大概是4 6比4 结果呢 根据中国时报最新的民调 你看 插这些连变成1了 磕变成7 7比1耶 这个数字一出来呢 很多人都这个说跌破远近 蓝军跟很多人 从椅子上掉下来说 那好可怜啊 怎么会输到这么惨呢 国民党的老里长后 松山区的 他们就自己有 有人就气得发豪雨说 如果连胜文在这里会输 他就要切磅 切腹自杀 还拍胸脯保证说 最后一刻 所有的铁票部队都会回流 好 我们刚刚已经带您看了 这个军功效的年终慰问金 现在呢 又给他恢复了 好 那么资深媒体人也分析说 过去松山区是军功效区 那么国民党的前立委在这里 包括谁 蒋孝延 还有现任的罗淑磊 他们在这里都有长期的经营 就认为说 那怎么会出现七比一的民调呢 说这样的一个抽样 可能是有瑕疵的 不过呢 恐怕这个连营 也要想一下 这个所谓天龙国 是不是真的就像过去一样 大家都只考虑蓝绿呢 还是其实新时代 有不同的思维了呢 带您来看 在这边 当一个那个连胜文的 一条女的会员会 这个是没有关系 我们是国民党的 发传单力挺连胜文 动员基层投票部队 松山区空军第二代老里长 用行动证明 铁票从没生锈 一定要支持连胜文 一定要给他当选 听说松山区民调 连胜文支持度只有11.3% 柯文哲拿下71% 蓝营军心溃散 不只输还输了近六成 老里长气得拿老命一条当赌注 如果连胜文没有当选的话 我会时间五多年 我会切副 而且我答应连胜文五千票 在我里面开出五千票 少一杯 我自罚一杯酒 眼神坚定目移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 深蓝里长说 松山区民生社区 这些老眷村不表态 并不等于不投票 这个松山区说 我们支持度10% 柯先生70% 这个你相信吗 回公2008年立委选战 蒋家后代蒋孝岩 作用高达6成6得票率 蓝绿6比3 2012年蒋孝岩交棒罗书雷 对上民进党简余燕 蓝绿得票率5比4 国民党在松山 常年选情稳定 这回公务员的柯文哲 打出金国牌 大谈黄花钢烈士 真的让深蓝板快 说变天就变天吗 松山区过去 它就是 它蓝绿比是64比的地区 我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我还是认为 这背后还是牵扯到 所谓的调查单位的功力 综合各家民调 连胜文已经不止一次 在松山区落败 还包括信义区 大安区 虽然不能排除调查方法有瑕疵 但铁票区亮红灯 连胜文直呼不可思议 显现选情诡诀 已超乎国民党预期 三立新闻许富姐 黄世廷台北做报道 好 连胜文说 松山7比1 你相信吗 好 见仁见智 不过柯文哲他要稳稳的领先的话 必须保持了比较谦虚的态度 在15号的时候 他要举办大型的演唱会 到时候会邀请金曲奖得主 萧赫索 还有董事长乐团来表演 柯文哲当天也会在现场高歌一曲 包括他的总干事也在练歌了 练什么呢 今年的金曲之歌《山秋》 另外他的拿首歌《爱你一万年》 好 他们用比较软性的痛调 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不过这几天柯文哲 他不是在姚立民 他提到说 可以拿下80多万票 这个成为话题 那么外界的评价就不一回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他主要在 他的现在的一个态度 他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必须要谦虚 要不交 要不造 您记得这句话 出自毛泽东的两个务必 好 这两个务必 大家要不交不造 而保持继续奋斗的精神 好 看一下那柯文哲 内部的信件 他主要给干部们就说 请保持谦虚谨慎 不交不造的作风 保持这个 这个奋斗的作风 那么柯P呢 对柯办全体部门的指示 就是这样不交不纵 希望大家务必谨慎 这就是柯P办公室 现在所说的两个务必 沧桑的嗓音唱得陶醉 为柯文哲的i14演唱会练唱 姚立民精心挑选这一首山丘 歌词也有含义 要越过蓝绿的山丘 老师是不是也希望 可以越过80万票的这个山 当然 希望 曾经宣誓选前不办传统造势 柯文哲选前第一场大型活动 选在距离选举半个月的11月15号 没有政治人物 要用音乐感染群众 除了参与竞选专辑的歌手 金曲得主肖贺硕 董事长乐团 要用另类路站 保持基层和年轻人的热度 会这么战战兢兢 就是不希望被高民调冲昏头 10月中 柯办人员都收到这一封内部信 以毛泽东在建国前夕 眼看就要迎接胜利 用两个务必来提醒部队 心里开宗明义写着 柯文哲对全体干部指示 务必保持谦虚 谨慎 不骄不躁 跟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因为柯办弥漫着胜利在望的气氛 甚至有人私下在打听执政团队名单 最后还说出重话 在胜负没有揭晓前 柯办内部没有根据的自我感觉良好 无意识自杀 干部们岂能在胜利前夕 私自揽工 柯平就想起这两个务必 虽然还有不到20天 选完了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骄傲 柯文哲训诫大家别因此自满而松懈 毕竟1129这一天能不能攻上胜利的山头 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保证 3D新闻林富丽皮特别报道 选举都已经到最后关头了 大家的一个策略都是不要再犯错 不过连胜文似乎是失言了 或者说他没有失言 是他原本脑子里头想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什么事情呢 他在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 就提到动保的政策 那么也就是流浪狗的问题该怎么办 主持人就问说流浪狗万一台北市都收容不下了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要选市长的嘛 结果连胜文的说法居然是说 台北市放不下 那就放到云林跟嘉义去好了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为什么你要把台北的流浪狗 放到云林跟嘉义呢 好 嘉义现场张花怪就跳脚了 痛批说你连胜文把我们南部农业县市 当成第三世界吗 好 就说柯文哲 这真的是天龙国的思维 然后包含这位台湾动物 紧急救援小组的这个领导人 尼金台他就说这样的一个说法 根本你就是用权贵在看世界 就是天龙国的一个想法 好了 今天就大家就在问连胜文说 你这样讲不太好了 怎么会想说 你流浪狗就送到云林跟嘉义好了呢 可是连胜文不认为失言 换句话说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就继续加码说 那原来他们两个县市不要 那他们没安心 那就去别的县市好了 重点应该不是这个吧 那你来听 不会再复杂任何一只流浪狗 怎么做 我要让台北市流浪狗 可以很轻松的 住在新加义 连胜文竞选广告又被哭搜了 所谓动保政策 居然是把流浪猫狗 通通赶出台北市吗 还原广播专访 怎么说 台北市你说 土地有限 好 就算新北市好了 然后土地可能有限 那你往南走 云林线总可以吧 嘉义线总可以吧 选的是台北市长 流浪猫狗安智却点名云林嘉义 莫名被牵托县市跳脚 对手柯文哲也直轰失言 把南部农业县当作第三国度 这个实在是很侮辱我们南部的农业县 也证明说大家 说他是权贵思想是没有错的 在论语里面叫什么 以林为霍的 孟子 这一定会大家很不爽 所以我猜那个是失言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 这就是典型的天龙国态度 但林胜文拒绝被扣上天龙国帽子 那如果民意党籍的县市首长 不愿意来跟台北市一起合作 没有这个爱心来保护 这些流浪动物 我们可以找这些有爱心的县市首长 一起来合作 持云家闭门羹扯上蓝绿 但蓝银现实恐怕也避之 唯恐不及 说到底台北市自己的流浪动物 自己救 动保政策在哪里 林安乐是不复杀 再也没有12页 长来妻子蔡益山助政 试图为动保片竞选广告加分 如何不在12页 与其把流浪摸狗丢包云家 不如端出具体政策比较实在 三连新闻林文富黄大峰 李品银黄家伟高秋平台北采访报导 而持续发烧的就是联科辩论会 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六个公民团体里头 就是两方阵营各提供三个 结果连振影所提供的三个 根本就是来围剿科的 然后能够做球给连胜文 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 后来像是台湾竞争力论坛 理事长彭景鹏 还持续的上电视 一再的为自己辩驳 那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那么现在他也被问到了 就说 好啦 那这样连振影 在辩论会之前 是不是有跟你问题目呢 他这下子他透露出来了 说是的 是有的 那科有跟你问过题目吗 是没有的 不过他现在这个人 还是能够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带你来听 台湾竞争力论坛 理事长彭景鹏 真的没想到 担任辩论会提问代表 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因为他承认 连生文阵营 在辩论会前 来电询问题目方向 我的问题是一再修改 修改到柯P在提出 opening remarks的时候 opening statement 一开场白 完了以后 那我才修改到最定最后定版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 卸题的一个问题 对不同的候选人 提枪凶问题 或者是提不同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规定的 彭景鹏强调绝对没有泄题 却又被质疑隔空套招 怎么说都被说错 让彭理事长很无奈 倒是连生文向柯正英下战书 提出第二场辩论会 另一位候选人冯光远也跳出来 我其实我左手让他 我把左手绑起来 就是说因为演讲的时候 辩论手一定要有手势 我如果只有一只手 那我是不是就是稍训了几分 他讲十句 我讲一句就好了 一比十的比例 就是说他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高枪里让连生文 就连肢体动作都说要让一只手 这也难怪 连振营宣称做功课 却被执意作弊 不仅柯正英看不下去 就连其他候选人 都想把连生文比下去 三天新闻许为崔瑞 台北参望岛 好 现在的选战 气氛已经是越来越激烈了 外资也抢着要预测选举结果 我们要看的这个是摩根大通证券 他们所分析的最新民调 说败率阵营 已经是在四都 四都都取得领先 那么蓝眼恐怕只能 稳住新北跟桃园 换句话说 只有朱立伦 还有就是吴志阳 可能会胜 其他都会输 好 这是外资的一个预测 也就是说 他们会丢掉最在意的 就是台北跟台中 那么选情就不被看好的 就是连生文跟胡志强 他们说只会参考 好 我们带您看 这个重要的指标 摩根大通过他们在低零年的时候 也提出预测 当时台北市 新北市竞争非常激烈 都是5% 那么选票差距是低于3% 无奈后来就是说 发生了这个一颗子弹 连生文重担的事情导致它有点变化 好 今年2014这一次的选举六都 如果说不要再有那些很奇怪的因素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样 国民党只能保住新北跟桃园 这是外资的一个预测 但是重点是 如果是这样子发展 他们认为这是2016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台湾就会面临到第三次政党轮替 11月29号之后被逆转的话 那么我相信真正受到冲击最大的 一定是我们产业界跟金融界 打出经济恐吓牌 连生文主打财经专长治理市政 导致熟悉的外资 勃根大通选前做出民调 年底范绿将拿下四都 蓝营恐怕只能守住新北市 和深格直辖市的桃园市 也就是说首都和台中预估都将翻盘 台湾的民调太多 全世界只有台湾选举 民调多的不像话 民调只供参考 我们也就拿来做参考就是了 不过我想他倒是提的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这一次台湾选举 对未来两岸关系 还有台湾现在所面临的 国际上的一些 所谓的不利的情势来讲 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勃根大通每到大选前 都会做出选情评估 包括2012总统大选在内 普遍都很准确 这些所谓的结果会 对这些所谓的企业家 或者是这些比较具有财富的人 他会产生一些所谓 直接威胁性的话 那或许他会透过这样的民调 针对他的一些可影响的人 去做影响 主要的要件是在于 对于他未来投资的一个方向的判断 万资解读民意转向 将影响2016选战及两岸政策发展 甚至有外媒已经大胆预测 台湾将面临第三次政党轮替 一旦蓝营真的在2014 六都只拿下两都 2016政权难保不会拱手让人 森林区的柴杂红红欲文 台北谈中综合报道 所以现在国民党很紧张 像是在最南的屏东县这里 他们也想要翻盘 可是很难 结果现在就导致有黑寒事件 是国民党的党部所发出来的 那么为了想要打击潘孟安 不惜把自家国民党的议员都扯进来了 就说潘孟安跟他们国民党籍的议员 两个人之间是有绯闻的 那么在广发这样的一个黑寒 说他们两个涉及不伦练 好了 党部就被检掉给搜索 那么主任还有三方文宣的男子 都已经被收押了 没想到蓝营继续来发动第二波的文宣 就赶上今天1111光棍节 文宣上就写着说 就算是潘安在世 也不能破坏人家的家庭 而且还附上这样的脸膏的图案 好 这个是国民党这回打出来的文宣 那么现在民进党也非常的生气 他们要提出告诉 潘安在世也不能做破坏家庭的事 国民党妇女会再推出新文宣 拿中国古代大帅哥潘安做文章 文宣似乎一看就懂 但民众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国民党搭上光棍节 新文宣写着潘安两个大字 恰巧跟民进党宣长候选人插一个字 一旁还有俩膏的图样 指涉不伦练 意图明显 这样的文宣以家暴的方式 五万张发送 让人想入非非 针对这一张的文宣没有使其他的什么的 影射的任何的话题 现场总部今天会具体的剧状去提告 选前敏感时机 国民党文字游戏玩上瘾 甚至拿自己的同志开刀 直指国民党现议员林玉宏和民进党现场候选人 潘梦安关系匪浅 两人份额提告 大家好 我是建总 屏东县市党部遭到检方搜索 市党部主任被收押 负责寄出黑寒文宣的廖先生 特地从新北市南下 在屏东的民生邮局寄出文宣之后 火速离开 市政明确也收押境界 要取相关监视器 以及有定资料 蓝营发黑寒炮打自家人 结果被收押 竟然继续发动第二波文宣继续猛打 让支持者看了很傻眼 三星云中华明圆森 知晓组 屏东报导 好 为了打击潘孟安不息 发出对自家国民党议员不利的黑函 那么被影射的 涉及的这位领域员 他就哭得很惨 好 那么包括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现场 就是这位蓝营的议员 叫做林玉红 他就出面开记者会 他几度的声泪俱下 包括他的老公还有小孩 都在现场陪同打气 一家人就抱着哭成一团 面对不时指控 他们说不会因此被打倒 那么林玉红议员还说 如果检掉查证 是蓝营自家人搞的鬼 他不排除退党参选 而另一边潘孟安痛批 不时黑寒根本就是奥宝 出面开记者会还没开口 就先留下委屈的眼泪 遭影射不伦练 蓝营县议员林玉红 一家人抱着哭成一团 民杰受到侮辱 女儿先生陪同打气 我们不会被打败的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林玉红从政16年地方生根经营 一直以来都在国民党服务 没料到居然会被自家人恶诊 这张布伦黑寒到处散播 先生心疼不时轻拍肩膀安抚 讲到激动处两人相拥 一场记者会几度声泪俱下 遭自家人被判让人难以接受 退出政坛和龟儿子的话都说出口 而被影射的潘孟安批这是奥部 是选择进步还是选择用奥部 我认为人民心中只有一把词 不想被污蔑的不明不白 希望检方查个清楚 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只是选举选到自家人猛打 蓝营林玉红心情五味杂成 如果检掉查证属实 他不排除退党 还要号召所有支持他的党员 一起退出国民党 三星人张晃铭评论报导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所谓会声会影的情况 真的也在发钱了吗 选前倒数18天 这是民进党出来指控 说在嘉义市听到买票的传闻 里长一千 里长六千 哇 这个一张票 哇 六千块给你买 这简直是天价的买票行情 甚至还传出里长帮 国民党候选陈以珍办活动助选 还可以有20万元的候选 不过陈以珍为请律师出面 强调他们也是反会选的 所以欢迎民进党把这个听到的事情 向检方举证 不会选 不会选 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突行哲 特别印了一批文宣 讽刺国民党 不过民进党中央还真的收到情报 在嘉义市传出买票行情 里长搭市长的价格已经是天价了 这样的天价我们也要请地检署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不但是选前 而且还有选后加码的后卸金 民进党发言人爆料 讲得爱爱妹妹 根据了解绿营在嘉义市收到风声 国民党里长帮陈以珍助选办活动 能够拿到后卸20万元 会选行情里长拿1000元 市长拿6000元 简直打破历来买票行情 这样的传闻 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突行哲也听了不少 目前陈以珍对上突行哲 民调陈以36%超越突行哲的34% 两人民调在误差范围内 而且还有三成的民众没有表态 就怕会选商选情 蓝绿都要减调介入查一查 三连新闻台北嘉义送报道 另外大高雄的选举呢 另外陈菊是稳稳地当选吗 现在哦 这个蓝营大打的就是登革任 就说陈菊呢防疫不力 可以说是他们见烈心性 尤其呢是这位老师呢 会羞辱陈菊的议长许昆源 今天更大骂陈菊 不要脸到极点 要陈菊要下台 那么市长参选人杨秋心 也批陈菊荒谬 那么陈菊他就很沉重地说 会尽一切的方法来防疫 昨天呢就创了全球的首例 他们引海水来灭纹 那么放了200只结绝 只有三只是存活的 看起来这个成效还不错 一二三四五六七 结绝容器里瓦跳跳 卫生局人员一早来到 引海水灭纹实验地点 为了遏止登革热疫情蔓延 卫生局首创全球 引海水沙结绝 本管理疫区实地测试 水沟总共放置11袋 结绝每袋20只 实验组10袋 持有三只存活 存活率1.5% 对照组16只死亡 四只存活 存活率20% 数据差很多 这样算有效吗 像成效当然好啊 应该可以不错啦 如果放久的时候 它这个有一个抗净性 可能家户直接 又水桶倒了 倒了清水下去 也有可能 那这部分我们再去做厘清 实验结果 卫生局还要再分析 这回面文出奇招 可以说背负庞大压力 因为全台登革热病例 光是高雄就破万 占全台95.6% 来因事业会党团 和市长参选人杨秋新 戒列清洗 联手炮轰市长陈菊 防疫不利 南营炮生龙龙 陈菊面色沉重 距离大选剩下短短不到20天 选举攻防成了登革热角力战 蓝营狂追猛打 模糊了其他政策的讨论空间 三连新闻 王书宏 朱伟达 许世良高雄采访报导 而一届挺局后援会 在今天成立 那么市长陈菊 感谢一届在气爆当时 主动伸出援手来减少伤亡 他也承认未来连任之后 会提升高雄医疗 不分贵贱跟地区 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得到 最好的医疗照顾 上百位医事人员排排站 高喊成菊动算 一届挺局后援会成立 成菊亲自授旗颁发病输 一届大佬站出来 炮口对准马总统 817报当时 一届主动投入救灾 陈菊点滴在心头 也承诺未来连任成功 会继续提升偏远地区医疗资源 他都可以受到平等尊严的照顾 成菊希望建构一个 以人为主体思考的 友善医疗环境 让高雄市医疗全面提升 不管住哪里都能得到最好照顾 三立新闻许世良高雄采访报道 好 天气方面呢 明天开始记得把外套拿出来 因为东北季风报道 气象局预估低温是会下探到17度 所以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 而这个时候呢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又在当爸爸咯 64岁的郭董他喜获千金 生日跟40岁的曾馨仪同一天 宝宝体重2640克 那么身长有49公分 曲名叫做郭小爱 那么这一天呢 可是特别是算日子去剖腹生产的 那么命理老师说 这日子的时辰是所谓的金龙日是会招财运势旺 对父母跟郭董的企业都会相当有帮助 那么另外呢大台中的选举这个原台中线呢 派系很多说黑派倒戈挺林家龙真的吗 那么这位黑派大佬陈庚金尖就站出来哦 用行动来列挺胡志强 他就喊出说如果胡志强没当选 他就活不下去 所以他要活下去要混下去 他是支持胡志强的 这是他的说法 那么林家龙的部分呢 这个选前剩下最后关键 他认为最关键的票就在年轻选票 所以他今天大催票 今天我年底要投票 我一定要投票 台东市长候选人林家龙推出新的宣传广告 号召青年世代回家投票 还有在海湾念书的青年 特地录制影片表示已经买好机票 为什么我们要买票 因为青年参与政治 政治需要青年 我们今年可以决定属于自己的未来 林家龙号召台中人返乡投票 表示青年世代的选票 将是这场选战的关键 他诉求的希望运动 要跨越蓝绿党派打造新台中 我有提出五大政策 来号召青年人返乡投票 进而能够 未来能够返乡来工作 就是打造台中成为一个 适合年轻人发展的都市 我希望毕业号可以早上工作 影片中年轻人说出自己的梦想 但低薪资低储蓄又让人不敢做梦 林家龙鼓励游子返乡投票 返乡工作 台中人口数约270几万人 20到30岁的族群约有40几万人 很有媒体民调 年轻族群支持度 林家龙高于胡志强 也让林家龙猛催票 呼吁外地青年 11月底一定要记得返乡来投票 才能新闻派英文江俊阳台中报道 而在台北 连胜文狂扫传统市场 话嘎咯 扫鲜啊 一把葱蒜直接送连胜文 祝福他高票当选 这样的好兆头让连胜文超开心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啊 辛苦了 谢谢你们 连胜文用沙哑的声音走进城中市场 拜托再拜托 民众热情 连胜文以90度角握手回应 而热情双手始终握不完 却让连胜文倍感温馨 民众贪伤鼓掌叫好权力相挺 包括立委林韵芳 市议员吴志刚等人 也是全程陪同 一把保佑我们台北市市场候选人 连胜文先生高票的当权 手上三炷香祈求保佑 选举平安顺利 连胜文走进基层听取民众心声 也希望在最后选举黄金倒数 冲高投票率 选情逆转胜 三连新闻黄大峰黄家伟 台北采望导 在新北市顶心魏家以101亿 标下了三重新艳土地 那么民进党候选游席坤就爆料说 新北市长朱立伦在上任34天之后 就迅速的把这块土地从工业区 变成住商混合区 那么这个都更计划呢 从新北市送内政部审查的时候 三位内政部长都不敢提 他认为这里头一定有内情 放言望去超过15000坪土地 有鼎心魏家等企业合资 花了101亿 标下插齐新北三重区 大片土地就是都市计划 涂上粉红色的部分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游席坤 把矛头指向对手朱立伦 问和上任后迅速 把工业区变更为 住商混合区 三个问题要请教朱市长 一 为何要违法变更 二 为何要快速批准 第三 为何独后点心 选前18天游席坤发动 工序抢助力轮该说清楚 变更地幕即什么 民进党立委接力助攻 立委顶明三重新宴土地的都市计划并根案 立委顶明三重新宴土地的都市计划并根案 至少五次专案会议都没准 只有新北市一头热 土地牵涉到统出石安大洞的魏家 游席坤下站铁 要朱立伦别闪躲疑点 三立新闻成家好 吴玉文台北裁缝旺导 好城市评比为什么金门老是成为最幸福的城市呢 因为他们的高粱酒带来了太大的税收了 飘散热气的高粱经过高温烹煮 从机器里头倒出 再加入取搅拌 经过发酵蒸溜反复过程 不过别小看这一瓶金门高粱对县镇帮助可大了 根据县政府统计 从民国98年开始 金酒高粱为县府带来42亿税收 一直到102年成长到70亿 涨幅超过六成 五年下来将近300亿的税收 全部投入县府实证 金门也因为金酒的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能够让县镇更加的充裕 我们也利用这些充裕的县镇资金 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建设 大量的税收投入县内公共建设和福利政策 民众似乎有感 因为民国99年金门县民间银行存款 只有690亿 四年后增加到了890亿元 成长将近三成 在金门我们可以大声的讲说 我们整个的一个社福的一个制度 应该都是全国之冠 李国氏信心满满 喊出全台最幸福现世 毕竟选战倒数 搬出任内政机 站稳脚步 这回再争百里猴 选迷买不买单 月底见全章 咱们选一起看 金门 来 屏东这一名男子 体重超过300公斤 没有办法走路 也没有办法坐 这回决心要减肥 希望能够从300公斤 瘦到90公斤 能够出门运动 街坊邻居今天出动十多人 帮他抬出家门 一路送到医院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也感谢您收看 我是陈亚玲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